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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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好,還未撿 別撿 別撿 我不要撿,我一定會撿 好,你先坐下來等一等 老爸 小桃,你沒事吧? 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 金槍不僅騙了我的錢 現在連批貨都燒光了 你說怎麼辦?我爸怎麼辦? 燒光就只有他,總之他人沒事 金槍呢?金槍沒事吧? 還沒死 也沒什麼 什麼事? 這樣也算沒什麼 你搞什麼? 你們問他吧 還是那句話,最重要是有人沒事 對 什麼沒事?現在我有事 我也有事 為了救你差點連命仔也沒有 好心無恐怖 我不管,還錢… 錢就佬了,命仔就一條 要咬吧 不要這樣吧,小桃 我小桃可以上房的 誰是他的家人? 我是 這張收據可以先到劫費處付錢 好,謝謝 小桃乖,你現在先上房休息 錢就跟我們幫忙追,好嗎? 乖 我又不是打家劫社 怎麼會有這樣的報應才行? 我欠他一萬元而已 差點連命仔也沒有 我家裡也燒賣,弄得無家可歸 宋少爺,你們倆有沒有人性? 你也不知道 小桃平時吃也不捨得吃 穿也不捨得穿,一萬元 對他來說,你割掉他的肤肉吧 怎麼樣?有什麼打算? 有什麼打算? 我打算去露宿者之家就包住了 我旁邊的劏房好像是膠吉 不知道被人租了沒有? 那趕快去看看租了沒有 我還要錢的 行了…我會交的 那又能搞你們了 我欠你們的錢,有段時間還不了 你有想過還嗎? 不,共富貴我們就沒可能 共蠻賴我們一定行的 好兄弟 小桃 你好 老爸 買了些東西,夠你頂著金蚊 幹嘛?還打算那一萬元嗎? 我說不是,你也不相信 大喇喇一萬元 你知道去買多少韓劇回家看嗎? 燃幫你追到了,金昌還給你 你收回去吧 傻瓜嘛,你收回去吧 金昌為人這麼賴皮 怎麼會主動還錢? 他知道你幫他還,他一定不給你 你負責回去吧 傻瓜,她平時害怕嗎? 聽不聽我的話? 我知道他跟廖長當你是大哥 但是… 到底是什麼? 總之有辦法要他還錢給我 你什麼擔心? 負責他 那好吧 老爸,如果你追到還錢的時候 可不可以幫我追到四萬元嗎? 那不是你自己追到四萬元嗎? 不是,你知道我們現在夾粉做生意 我去店裡看過了,他很好生意 如果賣完貨,有八萬元賺 豈不是有四萬元嗎? 你必須算得這麼盡力嗎? 那是我已經得了錢,當然要追回 那倒是,你也對 這樣啊,這張床大哥給了錢 如果你不睡,我豈不是很虧本嗎? 是呀,那我現在睡了 快睡吧 我先拿著錢,什麼被人拿了怎麼辦? 好 晚安,老爸 快睡吧 他沒事就好了,那你早點休息吧 明天見面再說,再見 小桃沒事吧? 應該沒事,不過還要留院觀察 大紅明天就行了 不錯,他來了 好 媽媽,你記不記得明天我們約了 大紅和他媽媽吃飯嗎? 記得,女親家嘛 那你打算放多少遺酒? 還有,我們要不要跟傳統雜族 這樣過大禮 我們又要預備多少餅卡給你派呢? 女大女世界,你們喜歡怎樣就怎樣 其實我們是打算擺酒的 不過想一起重選,省錢嘛 總之就是你們作主,我沒意見 不知道媽媽想要多少錢禮金嗎? 二哥 你們想給多少? 爸爸,不如你說吧 你想我今晚睡垃圾房嗎? 不如你說吧 好,讓我來 媽媽,讓我倒杯茶給你喝吧 沒義氣 其實禮金的只是循例而已 我嫁了之後也像前一樣 一樣給家用你的嘛 媽媽,不如拿個二頭價三萬八 好 我不是賣女兒,你還可以我就還可以了 真的嗎? 謝謝媽媽… 好了,晚了,我先洗澡 好…慢慢洗…早點睡吧 快點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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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媽媽相當有嫌疑 沒理我這麼順便 阿平 糟了什麼? 媽媽會不會是鬼上身? 不是嗎? 沒大沒小 你媽媽當然經過上次的群眾壓力 知道勉強不理 對,又或者是… 什麼? 被我感動了 我以為全靠爸爸這一招離家出走 媽媽才會一百八十度轉變 女兒,只願你幸福快樂 做爸爸的多辛苦都無所謂 爸爸,你真偉大,很疼你 怎麼樣…夠不夠食物? 還沒夠的,再叫吧 夠了… 夠了…還有這麼多東西剩 還沒見趁家婆婆之前 也不知道趁家婆婆原來這麼好談 對了,阿靖兒和大紅的婚子 趁家婆婆有什麼意見? 現在紳士袋 那些年輕人想怎麼搞就怎麼搞 好,既然趁家婆婆這麼說 不如一切重選,好不好? 是呀,絕對贊成 只要年輕人很開心就行了 我們不要煩他們,對不對?老婆 當然了 伯母,禮金方面三萬八,還好嗎? 三萬八? 我有沒有聽錯? 還是你說樓的零是三十八萬? 媽媽,昨晚不是說好三萬八嗎? 為什麼現在三十八萬? 是呀,三十八萬? 說得少找別人養什麼,愛母 閉著,我還不是你愛母 沒有三十八萬就沒資格娶我的女兒 你這麼悠閒事? 好嗎?我們現在是嫁女兒,不是賣女兒 三十八萬的數量不少 你不是想女兒嫁不去吧? 你現在站哪一邊的? 我這麼辛苦養大個女兒,供書教學 電視就說要四百萬而已 但我計算過了,絕對不只這條數量 現在要你三十八萬,也不是太過分 正所謂養兒防老 本來我以為女兒嫁得比較好 不是律師也會計師 誰知道她總是喜歡大紅你 其實我這個禮金要求 已經降到最低就著大紅了 出來做了這麼多年 不是連三十八萬也給不起嗎? 媽媽呀 好,三十八萬就三十八萬了 你只好說,不就下巴巴輕輕 蓉媽,結婚是我的事 不用你先洗一個 我想你們收成證果等個頸一場 我不想到我將來結婚的時候 都沒見到你們結婚 有什麼所謂錢財身外物 又帶不下去的,就這麼決定 總而言之,一口價三十八萬 給得出的就擺酒見 給不了的就不用再怕,還不肯? 媽媽,媽媽,不用擔心 我會弄好媽媽 你好嗎?你的手怎麼會震成這樣 我現在不只手震了,心也震了 那個媽媽,趁媽媽的人品是這樣的 幸好靖兒出以污泥不染 現在你過了這一關 將來就有你受 不閉嘴就假了 我現在是二十萬,怎麼會走一隻公園 剩下八萬 大奶奶,三十八萬,在哪裡籌備呢 還不然還有 爸爸,那我真的自然不可以做媽媽嗎 不用擔心,爸爸自然有辦法的 不如我立刻不讀書 做完學費就可以有更多錢 是呀,你不用猜猜我,說不定不用做功課 快點做完,不然就打你老婆 只要一家人齊心,沒什麼是解決不了的 我跟小桃商量過了 之前我在你爸爸隔壁買了一個位置 現在看你何時空替我扮手續賣掉它 不行,剛才在酒樓已經說了嘛 不用你們先用一個了 現在特事特辦 難道你不娶靜兒閣門了吧 什麼特事特辦?總之不用你們花錢 我有辦法了 老婆,媽媽的錢你不要而已 小桃的錢你拿去吧 這麼多? 五萬元,我全副身家了 全副身家,留回來慢慢撕掉 老婆,怎麼不讓我妹妹幫你呢 我那些你也不要,妹妹那些你也不要 大筆錢這麼大,要花時間去哪裡找 都說你們不用擔心了 正所謂船刀橋頭的節現值 小桃,這樣吧,好嗎? 給我 小桃,她有兩本傳輯的 勁的那本沒拿出來 既然那裡有那麼多錢 免得拿了它好像割了那肺肉那麼慘 這女兒也是,看錢大了 阿天,那好吧,你不用擔心 就要養她了 大家,正兒一定會成為我們一份子 不用擔心,要給點信心 大娜娜三十八萬 你叫大王去哪裡拿出來呢? 我們現在連樓也供完了 那兩老吃得多多? 正兒她大部分的薪金都給了我們做家用 草草賣賣,我們也夠花了 要這麼多錢是幹甚麼呢? 你以為那三十八萬是我要的嗎? 我只餵女兒而已 那三十八萬又不是你代 你開得這麼高家幹甚麼? 剛才那女兒嫁不去 她怨你一輩子 我寧願她怨我一輩子 好過將來後悔一輩子 你以為真是有情喝水飽? 有愛情也要吃飯 貧賤夫妻白時愛 我熬過,我知道那種慘法 你幾十萬都給不起 你叫我怎麼放心把我女兒嫁給她? 是…大雄現在是沒什麼錢 但說不定她將來可能很多 人的事怎麼能說出來呢? 他們倆的路就讓她自己慢慢走 就是說不上我才怕 男人和女人不同的 男人娶完可以再娶 女人選過就沒有市場價值了 萬一將來他們倆離婚 女兒也多三十八萬旁身 睡吧 進來 姐姐 怎麼樣? 還在想那三十八萬嗎? 以前大雄叫我別胡亂花錢 限定一元…真是沒錯 你以為現在才來後悔,還來不來得及嗎? 你打算賣掉你的心肝寶貝嗎? 不可以的,呈三十八萬 那真的沒辦法? 姐姐,怎麼你有這麼多錢? 是我辛苦的倆回來的 你打算拿自己的私財錢來當禮金? 媽媽, 這麼大犧牲, 你這麼好窩心 看來你真的很愛他 愛情不是用金錢來衡量的 由我答應嫁給大紅那天開始 我已經全部窩心 我知道我一定沒有選錯 怎麼樣?沒有令你失望吧? 簡直你也掉下水, 凍一聲 還是我未來的老婆 外母這個炸彈能夠拆開 就有三十八萬禮金, 說回八萬 我就放心 又將所有的財務交給你 好吧, 禮金方面就交給你 我們排除萬難才到今天 是不是應該好好珍惜對方呢? 當然了, 大紅和正義 決定是天生一對 你別嚇壞了, 要約法三章 第一… 第一, 要向對方坦白 有商有良, 絕對不可以隱瞞對方 沒難度 第二呢? 第二, 結婚後我們就是一個家庭 我也要將我們放在第一位 要為對方著想 預料的, 做難事的 認真一點… 對不起, 爸, 我答應你 我會盡我所難, 做到最好 還有, 以後我們日對夜對 一定會有艾薩 我們無論是誰對誰錯 絕對不可以說離婚這兩個字 俊明 無論我們遇到什麼困難 我大紅都會為你擋風擋雨 盡我所能, 將所有最幸福的事 全都給你 各位同學, 之前我叫大家回去看 《紅樓夢》第27回 最後的《代玉撞花》 大家看完之後, 有什麼不明白? 鳳美真同學, 有什麼不明白? 《代玉撞花》我沒有什麼不明白 因為我還沒看 但是第六回的 《賈寶玉初視魂雨晴》 我就有些東西不太明白 杜Sir, 你可不可以解答一下? 我明明叫你去看第27回 你為什麼去看第六回呢? 杜Sir, 《紅樓夢》是中國 四大名主之一 我們當然要很仔細地看 對了, 無緣無故抽第27回出來 沒頭又沒尾, 怎麼會明白? 杜Sir, 我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初視魂雨晴的意思 你快教教我們吧 好, 既然你這麼好學 就等下課後我再跟你補課才說吧 不是吧, 究竟假寶玉做了什麼夢? 我看不明白 對了, 然後又說 雜人和寶玉偷試一番, 試什麼? 對了, 試什麼? 到你了 這樣玩他好像很過分 你不敢問, 我替你問 杜Sir 其他有些你不回答我們也算了 你只回答我, 只是個冰涼的片尖心 是誰就行了 對了, 杜Sir 你不是不認識嗎? 怎麼做, Sir? 什麼事? 你不敢問, 請你不敢問 你不敢問, 請你不敢問 作為…作為一個專業老師 是有責任解答學生的提問 為了救學生, 沒什麼不可以回答 知覺冰涼一片沾濕, 是指甲寶玉 夢為… 你怎麼好一點? 你怎麼這麼粗糙呢? 這條Lammo能夠好嗎? 不錯 不錯, 升級了 怎麼算不錯 普通料而已 給我最新的CCBB, 你們看 很偉大, 有沒有三十四絲嗎? 那也有 這麼清楚, 你揹了嗎? 有嗎? 是不是真的嗎? 還沒有, 不過以我的經驗 獨特女校的喜歡扮上菜, 扮斯文 但我告訴你們, 一定飛不出我手指 上菜出來了 真是… 你好… 喝東西吧, 走開吧 我叫Fances, 你叫Fran 我叫Fran 飲食了, 飲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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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待會兒有什麼事? 踩冰, 好辣, 不要好腳了 踩冰? 沒有 不用擔心了, 你真是… 很可愛, 你真是… 你們別看 賭Sir現在在我十點鐘方向 別看 他怎麼回事? 整隻吊車鬼都跟著 你們教授也挺有空的 你們不知道 他想針對施施 也不知道有什麼企圖 真的嗎? 他當然要 不用擔心了 我當然要 不行 我只要 我正在做 你們哪間學校的 總之就不是你教的那一間 阿爺 很髒了, 還沒紙巾 你沒事吧? 謝謝 警察, 我知道你對我印象不好 但也不用經常針對我 連放學也要被你監視 我不是針對你, 我是關心你 你知道你那群小朋友不是好人嗎? 他們還上網看了五三四的照片 他們還說想… 還想? 是嗎? 總之…他想對你不愧企圖 你說什麼? 你怎麼知道, Sir 有了, Sir, 你怎麼知道? 走 因為我偷聽到 偷聽… Sir, 你也挺沒品的 為了不讓詩詩認識朋友 冤枉我閒失不特子, 又要偷聽人說話 我想我是誰, 詩詩比你更清楚 我們走吧 靜思 就是你 這位是吧 上席, 幫忙 幫忙… 我以為金槍身為背金 一定是賺錢做上司公司主席 居然能來這裡做帳戶 師傅還要做奶媽,一二三四 大小春,吃飯 謝謝 吃東西,死雞死麻煩 冷的,做老林也要遷尊嚴吧 搶東西 想吃世界就是這樣 飯盒也有尊嚴,吃不吃 快點吃,快點開工 正所謂金槍筆寶 我一定會再翻身 金槍 死了,金槍 什麼事? 吃飯吧 躺下來,怪你事 老兄,那個阿菇好像有點面線 我想你們認錯人了 飛利… 好, 西街邊, 自用送上門 小桃, 不好意思 那你又不用不好意思 你還四萬塊給我就行了 我哪有錢還給你才行 有錢的話也不用給大耳洞上來拿錢 金昌, 你上錢找人扮你家人了 你現在找人扮大耳洞 他們哪一副像大耳洞 當然是大耳洞 放手, 你看他們 他們剛畢業的中學生 又沒有刀疤, 又沒有紋身 而且不凶神惡殺 這個更離譜 你有沒有見過大耳洞有這麼親切的笑容 好像拍一些 《Welcome to Hong Kong》的宣傳片似的 這個有一點意思 眼神夠凌厲, 身形又似 最重要是什麼?他樣子不好 對嘛, 整個色情人, 灰塞人 這個行, 這個是不是多給錢 八婆, 你說夠了嗎? 連說對白得這麼有力, 你行 金昌, 你有錢好還 如果你不還的話, 我報警把你們抓了 你嘗嘗 大哥, 有事再問一問 拜託你, 收回道具吧 剛才我稱讚你兩句氣好 你這樣就超過了 你真厲害, 你應該看過韓劇 怎麼流血? 你不要動… 你不要急著急地抽我的水 你哪有水被人抽? 你別管我, 我什麼時候管你 你還管我? 你們閉嘴 你很害怕 拆了東西, 拿那條街賣掉 八婆, 貴元經賣賣多少好? 說吧 說吧 說吧, 錢隨身外乏, 隨時沒命的 但是為什麼你欠錢 要我說我銀行賣賣給人知道呢? 因為我寫了你是擔保人 那為什麼你要這樣做呢? 順手而已 那為什麼你不寫哥? 你的名字不劃少嘛 對呀 頭妹, 你今晚就有口福了 靖兒說我們在家做這個士多 給你蛋糕 你就差不多下班了, 我來接你吧 老大, 查過了, 什麼都沒有 年貿戴士只有一千多塊 我給你最後的機會 把提告卡賣出來 說吧, 留得青山寨, 哪怕沒有柴燒 沒了一條命, 要這些錢來把握嗎? 我求求你, 把密碼說出來吧 你太天真了, 韓劇也有教 這些情況說不說 他們都不會放我們走的 你知道嗎? 那我不會殺死你們的 欠錢, 錢欠欲償 怕真人擺沒有格子 我想我們會翻本的 金槍, 這就是教訓 你不還錢, 人家就抓你拍四兒子 他的意思不是我要拍四兒子 是我們要拍四兒子 我跟你? 不行的, 你把我殺死了 我死也不會跟你拍的 你把我殺死了 他死了, 不用拍我, 把我殺死了 不是這樣吧? 你們閉嘴, 脫衣服 快 你把我殺死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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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放開嘴巴 放開嘴巴 大哥,女兒暈倒了 大哥,暈倒了,那就是不用做了 不用做? 還差點錢給我就不用做了 為甚麼?這是你嗎? 是啊 什麼事? 這個人欠我一百顆都還沒還 快點就還給我,要不是吧 大哥,有錢我一定還給你 怎麼不還才能拿呢? 還? 豈有勝利 大哥,漏五左右,那怎麼辦? 怎麼這麼多? 別怕,把女兒丟在海裡就沒事了 神經病,你也不怕你 過頭吧 走… 老爸,他在這裡走,快救我吧 老爸,老爸,老爸,老爸 別理會你 你輸了老爸吧? 老爸是我的哥哥,你怕了嗎? 你老爸,Haley也不怕 老爸,上… 沒說話 差點多少? 你說,這麼多年來你問我借錢 我有沒有追過你還? 沒有 你上次騙我妹妹的錢 我又沒跟你算? 都沒有 一輩子的兄弟 你在火場救小桃出來 我幫你還一萬元給他 現在你借大二孔不得止 還拿莫問記的地址來擔保? 老爸,我這世人只有小桃一個妹妹 如果她有什麼事 你怎麼對得起我… 你別生氣,我知道錯了 是我不好 我知道你對我好 不如這樣吧 將來我發財,我雙倍還給你 你有什麼事?不是這麼說 你不用管這一套了 我不會相信你 一句話說完,以後沒有兄弟做 一場兄弟,一人小句吧 我擔保,他這次一定改的 是… 如果他會 我批他的頭給你當作錯 我真的知道錯了 但我真的沒想過這麼嚴重 當初問大二孔借錢 打算周轉一下,賺到錢就還給他 誰知道… 總之這樣,你要發色的話 你打我一身 再不然,你念一下 我八爺當年幫過你八爺… 你別再把你八爺出來 我不想再見到你,你趕快 你再試試吧,行了,等我搞吧 算了 算什麼?算了 我這麼辛苦計算了 和靖兒結婚 現在無緣無故要拿十萬元 替他還借 又要拿百萬元出來 做禮金,哪有錢租房子呢 明天還答應靖兒去看房子 那你又不用這麼悔 沒什麼事,天無絕人之路 對了,你跟金昌還債的時候 千萬不要跟靖兒說 你叫我騙著他? 什麼時候叫你騙他? 你遲些說而已 無謂招外生智 你明天繼續去看房子 當什麼事都沒有 船到橋就在戰席了 當然 莫先生,我看,這個單位真的很搶手 還有北向南,還有對樓窗 我知道了,我在樓上住而已 那好,你一定很清楚 不需要我多說,莫先生 不好意思,你們隨便看看 謝謝 謝謝 這裡可以擺一個很大的電視櫃 而且這裡,我擺了一張 我擺了一張大沙發 到時候我們可以坐在這裡播劇 你說好不好? 我們租而已,只能買那麼多新東西 用一些舊的就算了 怎麼會這樣? 我這麼大的女兒 第一次搬出來住 有自己的安樂窩 當然是真的舒服點了 其實還用不著想 剛才家庭挺好,又實用又見識 最重要是租金比市價便宜 你媽媽住在樓上 方便我照顧她 她知道一定很開心 多看一會吧,或者有些更好 當然是 對了,我們去哪裡動物業好? 雖然我們不可以衝出亞洲 但是你也要想定了 去台灣我們可以日吃夜吃 去泰國又可以陽光耳海灘 去哪裡好呢? 兩處都好 依我說還是省點錢好 我們兩個在一起,家才是最重要的 其實呢… 時鐘酒店? 什麼?幹嘛來這裡? 今天這麼開心,當然要慶祝一下 李先生 麥太太,你們想得怎麼樣? 怎麼樣?剛才你們看的單位 有個客人叫那一千元說博取職租 客人多給一千元?我們租的 不好意思,那個單位我們不租的了 或者你租給其他人吧,謝謝 我知道了 一個月多一千元,一年多萬二 如果你是嫌貴的話 我們可以在附近找個別的 我知道的,一定找得到合心碎營 那…不用找了 為什麼? 昨天 小桐和金昌被大二碌抓了他 原來金昌拿人家數十幾萬 所以…所以我用了租房的錢… 什麼? 你怎麼搞的? 你怎麼搞的?那大件事你現在才說 你聽我解釋吧 我不想談,你不用跟我說 貞兒 我看你這幾天這麼開心 又說怎麼佈置新居 又說去哪裡渡蜜月 我不想掃你興,所以才沒說 我不想你不開心,所以才… 你以為我現在很開心嗎? 如果你跟我說,我就不會來這裡 我… 貞兒 是我不對了 世界上無論是無法解決的 是,我可以先向銀行借錢 或許你借錢給我先借錢 到時候我慢慢還給你,好嗎? 借錢? 我的錢幾錢給媽媽做禮金 我還哪有借錢? 是三十八萬,不是八萬 其餘的三十萬是我幫你付的 莫大紅,你答應過我 我永遠都會把我放在第一位 但我不說了 我覺得你的朋友比我還要重要 對不起 不要碰我 你幹嘛鬼鬼祟祟?是男生嗎? 你真是的 是普通朋友而已 會呀?男人是信不過的 說他天下無敵,做他有心無力 姐姐,明明答應了人家做的事 轉頭可以忘記一乾二淨 還要扮得很慘,很可憐 根本就雙重標準 姐姐,你沒事吧? 是不是未來姐夫氣了你? 不是,他對我很好,沒事 沒事吧?那就好,你找我有事嗎? 不是,我進錯房間而已,沒事 沒事 是呀,剛才我告訴你那些事 你不要跟爸爸媽媽說 我… 夠了…不要再喝了 我真的沒用,一事無成 生了女朋友,死了一雷街坊 做錯事就沒辦法補鑊吧 我一輩子只有兩個朋友 一個是你,一個是大紅 如果是要我死,他才願意原諒我 我寧願死 是你呀?你不要大聲說 看讀下什麼事,今晚靜義更好 英雄救美,貢鞋廉禮? 有辦法,你叫自編,自盜,自然 你知是什麼? 打算,神經病,賓利 小精鼻,你們把錢都交出來 如果不是… 理睬你,傻瓜 有我在,不用怕 是屎翹來的,你以為是拍戲嗎? 電視劇也不會這麼做 是呀,觀眾一定投訴,監製一定解僱 不行的 真是不行嗎? 靜義,靜義 你聽我說,我知道是我不敢 你聽我解釋吧,你怎麼才肯不生氣? 不好意思,我沒生氣過 精神經病,你們把錢都交出來 如果是… 兩位大哥,你來求財而已,別亂來 有我在,不用怕 大王,不反抗,豈不是母英不夠美嗎? 沒有就做到她有了 滾 老婆,還有那隻戒指 不要,不要拿那隻戒指 不要緊,老婆,最多賣那隻給你 用不著這麼順丹呢? 就是逼我出殺手鐧 看來你女兒挺熟的 不如益下我的筆吧 搞我老婆,勢勢的 不錯,大熊 你盡量英雄一點 狠狠地踢我肚腩 我已經戰了,就當我還給你好兄弟 尿陰腿 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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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搞什麼鬼 好痛… 智爺,你怎麼樣? 我好痛,我好痛 我的眼睛,我會不會慢 你不要揉她,沒事的 我好痛 你幹嘛為了爛鬼戒指,弄成自己這樣 這戒指是你送給我,我結婚的 很痛,很痛 沒事…休息一下 我痛 星期大哥,麻煩你趕快點 幸好你及時送到醫院 沒有傷害眼角膜 吃灰燻肉眼可大可小,下次傷痊癒 麻煩醫生 快點,你們來幹什麼? 怎麼樣…靖兒怎麼樣? 對了,叔叔怎麼樣? 對不起,我也不知道會弄成這樣 你一天真的想起這種糞便 你現在幾十歲了,還陪他瘋? 我打算幫你,我怎麼知道 對了,今晚搞這麼多事 只是想你和靖兒康復 就算我和靖兒康復,我也不會硬來 以後我們的事,你們不用管 靖兒康復,裡面那個是我一生最愛的女人 她的命比我的命更重要 如果她雙眼少許 我會把我的雙眼捐給她 就算她將來變成怎樣 我也會愛她一生一世 靖兒,出來吧 你沒事嗎? 靖兒 你瘋了,傻瓜,七色 若我們抓不到樓 你也不想搬到我家裡住 我們也不要結婚住 就算要我每天吃豬仔包 我都要儘快做一筆錢 我不想你選擇這麼委婚 我不會讓媽媽看死的 我不是那些不肯和老公熬女生的港女 做不到樓住,我就先住在你家裡 婚一定要照結 我決定了,我要跟你一生一世 嫁雞脫雞?嫁狗脫狗? 我又要嫁雞脫雞? 嫁狗脫狗? 沒事… 我回來了,我回來了 為何你無法說 為何你環繞多 心結婚多個 拒絕拒絕拒絕求助 難題結傳太多 然而誰清楚不妥不妥 而最後你說她不愛我 為何你們進放 為何你們悶怒絕拒絕 心裡的感覺 不妥不妥不妥見光 長期變成雪花 明明省分你一晚說過 越細數兩人的光 越來懷疑什麼 痛痛都可以說 將好跟釋放 你別你便得到發 我先講一次 事實上是 有女兒禹人的 無人以下 為何不妥不妥的 所以才有在 Cristina 準備無法說 我會不會有 Simmons 我會有打扮 她的性感受